内风湿关节炎的最长寿命 李军风湿免疫关节脚型科主任医师 严格医院上它急性直接地对生命造成影响 因为它是个慢性病 这种现象不常见 但是因为它是个慢性疾病 如果得不到规范有效的治疗 这种慢性疾病带来的关节的破坏 带来的我们身体 比如说其他内脏系统 比如肾脏的心脏 甚至其他血管 这些重要的脏器的破坏 那么它还是要危及到我们的生命的 当然这种过程也是非常缓慢的 所以我们在临床中碰到内风湿性关节炎 很少见到有急性出现身体生命危险的问题 但往往都是十年甚至很长时间的脏器的累积之后 出现严重的不可逆的并发症 出现生命的影响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内风湿性关节炎 我们讲内风湿性疾病 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所以我们只关注了关节的疾病 但实际上内风湿性关节疾病 它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重要的脏器 比如说心脏 眼 肾 血管 这些重要的脏器一旦出现严重的长期成绩的这种炎症反应 也会出现急性的危及生命的现象 比如说大血管源的破坏 比如说心脏的急性的衰竭 肾脏功能的急性衰竭等等 内风湿性关节炎没有规范的治疗和诊断 这种病例 它的寿命要比正常的寿命要短20年 当然这个数据不是我们现在有了生物治疾的规范的治疗这种得出来 只是前几十年我们没有这些规范的治疗方法 大数据统计出来的结果 就是说内风湿关节炎它是因为慢性疾病 这一类的人群比我们普通人的生命都是要短 专家提示 一 内风湿关节炎是慢性病 基本上不会对生命造成影响 二 如果得不到规范有效的治疗 会破坏关节和其他脏器 从而危及生命 三 往往都在十年甚至长时间的脏器累积后 才会出现严重的不可逆的并发症 影响生命 四 如果没有规范的治疗和诊断 则比正常寿命短20年 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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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八 五